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全球央行因为新冠疫情 要将政策利率推至低点 同时也推行了很多量化宽松的计划 这代表了未来一段长时间 现金的回报会继续维持在低水平 总管全球无论是机构投资者 或者是零售投资者 寻找收益的投资目标将会继续 欧美的投资等级企业债在过去两个月 已经累积了不少的反弹 经济数据见底 也代表高收益债券的投资机会逐步改善 但选企业依然是控制风险的重点 在新兴市场当中 我们相信中国的债券市场 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另一个选择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的债券市场在过去10年 快速增长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债券市场 仅此于美国 再加上因为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渠道增加 令到全球的投资者 可以更加容易地投资中国的政府债 或者企业债 第二 中国的债券市场利率水平 普遍比欧美市场为高 亦是吸引环球投资者的重点 亦代表债券价格有潜在上升的空间 第三 我们看到中国的债券市场 与环球市场的相关性是偏低 亦代表投资中国的债券 可以帮助投资出入分散风险 我们当然也留意到 中国的市场或一些行业或板块 他们的信用风险相对偏高 所以投资者亦需要进入一个新领域的研究 以及了解 再去选择合职的债券 以控制风险和赚出收益和回报